来关注一下北京国安队 今天下午呢 北京国安队是在香河基地进行了一场内部教学赛 结果呢 凭借着新元张承栋在第87分钟的绝杀 北京国安一队2比1战胜了二队 下午5点 比赛准时开始 国安一队派出了主力替补混搭的首发阵容 而二队则是进前主力出战 上半场比赛 国安二队打得积极主动 而斯塔诺似乎在战术上有着特殊的安排 平时快速的地面船接配合式打法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追求一击致命的快速防守反击 不过国安一队显然不太适应这样的转变 第28分钟 二队率先取得进球 曹汉晨的远射变线后挂入了球门死角 比分落后不要紧 国安一队继续坚持稳守反击的打法 第33分钟 格隆错失了一次单刀的机会 尽管没有取得进球 但是这显然是斯塔诺希望看到的效果 确实是想试试一些想法吧 总体是满意的 但是上半时相对来说差一些 下半时也好多 这样为我将来台并部阵可能做一些参考 下半场一时 国安一队进行了主守门员外的十人大轮换 但其中并不包括星员张成栋 第48分钟 国安一队颁平了比分 得分的人是邵嘉一 而为他送出助攻的则是另外一名老将卡努特 下半场 国安一队回归到了平日里的地面型打法 场上的主动权顺势逆转 第65分钟 在场下等待多时的张成栋 终于得到了出场的机会 而这场教学比赛也成为了这位海归星员 为星东家出战的第一场比赛 上场之后他出现在了左前卫的位置上 第80分钟张成栋助攻朴城的射门险些得手 第87分钟张成栋进球了 在对方的禁区前 这名星员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他刁钻的射门将场上的比分定格为了2比1 首次出场就上演高光表现 这让斯塔诺也对他赞赏有加 我觉得他还是让我比较满意吧 虽然这么长时间没有系统训练了 但是今天比赛的时候 还能够看出来他的性格 那种踢球性格和能力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体能上来的话会更加好 至此围期三天的香河拉链结束了 国安队已经于今晚回到北京 我觉得对这个三天的训练也是比较满意的 我们前几天那个训练强度比较大 包括今天这一场虽然是教学赛 但其实也是一堂强度训练课 大家都完成得很好 而且还没有伤病 所以我也很满意 体育频道记者河北香河报道